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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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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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成长过来的 土摇柴烧最古老的方式 经过六天午夜的慢火戏被 把水分烘干成桂园 陈云美带着第二届 百大青龙的荣耀 2017年让产品成功 进军加拿大超市贩售 荣眼干它在华人的市场的 使用量是非常大的 它食补上的药材 或者是加工品的原料添加 它都会普遍地运用到 桂园这样的一个原料 我们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更多人 记得这个味道品质够好 你的东西是可以足够 以代表台湾的 柴火的鸟鸟熏烟 在五公里的另一山头 从清朝道光年间 眷顾着一个家族的温饱 36岁的吴坎强 有着积累六代的龙眼古事 在我祖先来到的时候 其实整个山林里面 都是野生的龙眼树 龙眼的木头 是我们很重要的燃料 那在200年前 我们就发展出一套 红龙眼干的方式 营养匮乏的年代 变成很珍贵的营养来源 在守旧与创新的初衷下 吴坎强将农业 朝精致化迈进 他将农地 打造成生态丰富的休闲农场 并在农委会辅导下 用在地食材 龙眼做料理 推动农村厨房料理体验 那第一件事情呢 先把这个饼干拆开 龙眼肉 把它撕开 压扁到大约是 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农委会在很多面向上 对农免帮助是很全面的 我们都说渔夫是陶海人 在山村生活的人 他其实也是陶山的人 然后那个陶并不是一种祈求 而是先理解这座山 它原本的生态是如何运作的 我再来取得它的资源 会这么做 第一个是因为对家乡的这些情感 然后第二个也是因为 我意识到这么做 可以帮助农业非常的多 当消费者 他意识到原来他跟农作物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遥远 一顿餐 一个景观 甚至是住宿的房间 让客人是在玩乐休闲当中感受到 我们都觉得应该在这里面 放进农业的精神 那才是会对社会有影响力的 受着往昔时光 开辟未来的道路 陈云美与吴坎强 同样来自龙眼世家 创造不一样的光辉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